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梦的路上遇到很多 喜欢自己音乐 然后支持我 然后去应该算是照亮我的人们吧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非常感谢所有老师们的帮助 谢谢我的歌迷 谢谢我的生命 谢谢一切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吧 那你刚才回首了十年来的演艺议程 那展望未来 你有什么期望啊计划啊 以前的话我会觉得 就是自己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更多的歌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 在听歌的时候会得到治愈的感觉 会在自己非常可能失落的时候得到鼓舞 但这一次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 在联合国的平台上 去演唱了中文的歌曲 会让我觉得希望自己 以后能够让更多的 可能外国友人们 或世界的朋友们 去听到中文歌的美丽 这也会成为自己 督促自己唱的 越来越努力去唱歌的一个动力吧 依然还是继续努力在舞台上唱歌 你刚才提到了 在我们联合国庆祝中文日的现场 演唱这首歌 我们大家都已经听到了 首唱和平送 你在演唱的这个期间 有什么样的感想 你想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就是关于这首歌曲 当时在了解这首歌 和接到要来联合国演唱 这首歌的信息的时候 是觉得非常激动的 然后看完歌词会觉得 更有意义了 因为联合国本来也是 一直在促进和平 促进美好世界的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 去演唱和平送 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 都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对我来说 更有意义的是用中文去演唱 去用中文去表达 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美 去表达我们对美好的呼吁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一直都喜好和平 这件事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那非常高兴你能够 做一次这样的尝试 谢谢你 你既然尝试了用中文 来演唱和平送 我们也知道你会有很多的语言 有没有想过将来 尝试用联合国的不同语言 来演绎和平送呢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吧 就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但是能够在联合国的平台 用中文唱歌会觉得 对我一个中国歌手来说 会觉得很激动的一个事情 联合国中文日 刚好也是在古语嘛 然后刚好今天我这套衣服 也是很有巧思 就是我身上这些小雨点 都是古语时候的春语 包括这里的这个别针 也是古语的时候 那个春蓝 兰花 都是有非常美好的寓意 包括里面它这里 所有画的这些植物 其实是一个药方 对 所有的植物 加在一起是药方 然后也是用音乐去治愈大家吧 用音乐去传递爱的 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你跟联合国呢 也有不少的渊源 之前呢 你曾为这个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大会 缔约方会议的第15次会议 演唱了这个主题曲 叫做《河光同春》 对 能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它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我觉得它们相同之处 都是在 就是和嘛 我们本来就是以和为贵的一个民族 以和为贵的一个 我们来自一个以和为贵的地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和和气气 然后和和平平 和和美美的 对 我觉得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包括像联合国也是一个语言多样性 包括所有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地方 大家全部合在一起 都可以成为一个和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们的共同性 它们的不同性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它们更多的还是会 共同性会更多一点点 它们不同性暂时想不太出来 可能它们这个主题不太一样 一个是跟生物有关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生物 还是光是只是人类的 然后整个大自然它都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就要去爱护我们的世界 爱护我们所有的同胞们 对 我觉得这样才会 创造一个更美的世界 作为一个歌手 你如何能够利用你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来推广中文的传播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甚至觉得无从下手的一个揭法 因为我在想是自己在舞台上 只要去努力地唱更多的 好听的咱们中文的歌 希望能够被更多 可能世界各国的人民去听到吧 但今天我觉得有个最感动的时刻 就在唱等着我的时候 咱们的U&Singers 我们一起在唱这首歌 我觉得内心特别感慨 中间有个小剑奏 我去看完咱们现场的30位歌手之后 我觉得好感动 就是感觉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说是不同的语言的人 最后唱的是共同的中文的等着我 就有一种大团结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在想是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 该做的本职 去演唱更多好听的 有意义的歌曲 应该总有一天可以让大家听到的 而且只要能够让多一个人听到 就一定会有多一份缘分的发声 就一定会收获一份未来的美好 那我们都知道 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是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讲讲 你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做了一些比较 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文化交流的活动 如果作为一个喜欢上网的人 我会经常看到很多咱们外国友人 对我的歌曲的一些reaction的视频 他们第一反应就会觉得 哇 原来中国的音乐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听中文的话 觉得评则有调 韵律很漂亮 我觉得这是我很幸福的一个事情 还有就是今天听到 咱们会议上的吴老师介绍的 在他们班级里有同学 还真的是因为听了大语 开始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然后去往中国这个国家 去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环境 中国的美食 或者中国的所有有特色的文化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然后近期有录制很多一些 关于咱们飞夷的一些节目 我觉得是让 怎么说呢 应该它算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提醒 去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自己国家有拥有那么多 非常独特美的文化 我们应该去把它 去认识它 去让传播它 我们都可以做成这样 跟飞夷文化 跟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有缘人 我们可以让更多人 去感受到这样文化的美 像我们看到一些刺绣啊 然后洞足大哥呀 或者是一些鼓啊 或者是音歌舞啊 就各种文化 我觉得真的是太丰富了 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大的宝藏 我们应该努力的去 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去认识更多的 这样的有缘人 我们一起去传递这样的美好 所以我能感触到 你不仅作为一个中国的歌手 你也同时肩负着这个 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使命在身上 尤其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触 就是之前出国 可能你会没有那么频繁的看到中文 但你现在会越来越频繁的看到中文 你会觉得哇 好亲切啊 就感觉在 哪怕就是无论在纽约 或者在其他的外国城市 你看见就会觉得哇 好亲切 那作为一个一名来自中国的歌手 你觉得在海外推广中国的歌曲 有没有什么挑战 我觉得有耶 首先语言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 但是还好因为是歌手 因为就像Jim老师说的 因为他是一个最直接 可以给人一个直观感受的一个美节 大家听完之后就会感受他的美 他的感人 他的动感也好 或者他的一切 所以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也是有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印象中 之前在其他国家舞台上 在演唱戏曲类的作品的时候 所有的外国友人都会觉得 哇 大家都会说 哇太棒了 Amazing 或什么之类的 那一下觉得又骄傲 又会觉得好可惜 应该要让更多的人 去感受到这样的美 那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实在是太褒奖了 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感受到了 因为音乐而去认识到的 来自陌生人的爱和陌生人的支持 我觉得自己唯独能做的 应该就是三个字 不浪费 我不要去浪费这样的爱 和这样的机会 去传递大家可能更温暖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看歌迷的 我的深迷的他们的评论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在很多沮丧的时刻 失望的时刻 他们会通过一首歌拉起来 而前几天也就是一位个朋友 通过光亮的那首曲作者 钱雷老师的微信 他就说是那首歌 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汉 居然在半夜的时候听哭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惊喜吧 我没有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 可以收获这样的一个福气 所以我觉得不浪费这样的福气 和不浪费这样的机会 去给大家一个拥抱 就是无论任何时候 你需要一个治愈的时候 我都在这里 都希望大家可以收听周深的歌 我们一定会的 谢谢 那我非常好奇 你提到过几次 就是音乐可以治愈我们 对吧 那我很好奇 如果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会听谁的歌呢 老师问到了满点上 我其实私底下听歌 我其实风格很不限制 我觉得全世界的歌我都会听 但是最后我觉得 能够给我一片宁静 因为自己母语是中文嘛 所以你听中文的时候 就会倍感亲切一点点 所以我听像邓丽君女士的歌 会很多 像王菲老师的歌也会很多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新的流行音乐 更年轻的歌我也都会听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风格的歌曲你都会接受 是的 在不同的星期 你可以听很多 一些不同风格的歌 就有时候就真的是 你拿起非常经典的老歌 无言堵上西楼 月如狗 剪不断 离海乱 就那一下就会感觉 把你的情绪 把它像揉丝线一样 把它慢慢慢慢捋开的感觉 我觉得一切时间 好像都可以编慢下来 我觉得这是个很美好的体验 真的非常的美好 谢谢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够在联合国的舞台上 给我们多唱几周歌曲 谢谢 这是我的荣幸 谢谢您 我们也知道联合国呢 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合作方面 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错 那你这次来联合国 我们也知道是你第一次来联合国 是的 有什么感想 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 首先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有机会来联合国唱歌 因为联合国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又近 但是觉得又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会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自己有机会会来到这里 但这次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会更开心 因为是在联合国 在庆祝咱们联合国第十五届联合国中文日的 这样一个时机来演唱 我觉得更有意义 所有的意义都加倍 都成翻倍的这样加上去了 所以自己真的很幸福 对 而且能够在这样一直促进和平 促进美好世界发展的一个地方 去演唱和平送 而且把自己的歌曲大鱼带到联合国 我觉得这都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但是能够在这里去传播中文音乐的美 能够去传播和平 能够去传播 包括我们第三首歌 等着我去传播团结 回家温暖这些信息 我觉得都是我自己作为歌手 很幸福的事情 一直在传播着爱 那是因为我也一直被爱包容着 我们也非常能深刻地感觉到 你给我们散发的爱 谢谢 那有没有想过 之后会跟联合国有什么合作呢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就希望可以做很多 我为更多和平更多美好 然后人类发展的事情去做的事情 我有机会的话一定会非常愿意去做 对也非常期待 对希望这次的合作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开始 希望以后总之就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和平非常非常重要 美好非常重要 好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欢迎和我一起关注联合国新闻 和我一起了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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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